对一般的这种穷人家来讲 这个300万是他们一辈子大概都赚不到的钱 所以这个数目大到令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第二个也很离奇 就是什么300万放在一个皮箱里面 放在车上然后人就下车了 因为你是哪一个皮箱 哪一个皮夹子有可能被忘掉 或是一本书 一个小包包有可能忘掉 一个皮箱里面又装300万 你怎么可能这样亲亲户户的 就把他丢在那边就下车了 那下车以后看到儿子在想到说 我要给你的钱还在否车上 真的不可思议 然后当就刚刚您所讲的 现在遇到选举 所以你当然想到就是说 选举什么最重要 钱很重要 人很重要但钱也很重要 所以这选举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这么大的一笔数目 他本身又是候选人 所以整个民进党现在进入选举的 白乐化的阶段 突然间出现个300万 大家当然就会联想 你这个跟选举有没有关 这样 至于绑装的问题 为什么台湾人 台湾民众会很反感 其实在全世界大概都会很反感 因为所谓的绑装就是作弊 就是用不当的手段 不公平的手段 借着钱的运用 要赢得选举嘛 所谓绑装就是 你给那个关键性的人 一笔钱 要在选举里面帮你忙 或者你把一大笔的钱 撒下去 要很多的民众在选举的时候 投你的票 所以你现在 任何只要在选举的时候 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数字 不管你是政策性的买票 譬如说我们讲 蔡英文 砸起实力下去 要补助台湾的民众 在这个岛上 岛内在旅游 我们认为这就是绑装 这就是作弊 或者人家突然间发现 一个政治人物 要参选政治人物 一大笔的钱 几百万的钱 丢在火车上 这都让人家有 很多的联想 而且很不好的联想